作者 程九 后期 鬼不语 第五百六十五集 一路上离远都十分沉默 而且离黑石山越近 离远越是沉默 费小柴心仰得不行 有心想要问清楚怎么回事 奈何每每对上萧九弯冰冷的毛子 他倒嘴的话都说不出来 说什么呢 说他想知道离远为什么这么沉默吗 不用想也知道 他问了萧九弯也不会说 不对 应该是不会理他 至于问季云开 你当他没有问吗 可问题是他小师妹也不知道呀 他就是问了也是白问 这一路可真是无聊 路上别说遇到什么事了 就连一只蚂蚁都没有遇到 简直无聊到能让人发霉了 费小柴都在怀疑他跟着小师妹出来玩是不是错误的决定 说好了让他打个痛快的呢 除了第一天玩得还算开心外 其他的日子都在赶路 简直是无聊死了 赶路就是这样 萧九弯自是不会理会费小柴 季云开坐在马车内也无法回答费小柴的问题 回答他的人是李远 这一路走来 费小柴欲言又止的神情李远都看在眼里 他知道费小柴担心他 除此之外 但凡在路上遇到一点好吃的 费小柴一定会把最好的部分留给他 说是他年纪大要吃点好的 活了这么多年 一向是他照顾别人 从来没有人照顾他 突然被一个小辈惦记 李远心里还真是挺高兴的 要是他的儿子长大了 应该也会和费小柴一样孝顺他吧 可惜 他的儿子来不及长大就横死了 离黑石山越近 心中的恨意越发的汹涌 每每闭上眼 他脑子里都是当年家人惨死的画面 赶了一天的路 晚上他们一行四人在一个小镇上休息 小镇位处荒凉 来往的人极少 小摊小贩也少得吓人 偶有人路过也是一副侠客的装扮 身上透着一股彪悍的气息 让普通百姓不敢惹 这个小镇就是通往黑石山的必经之路 也是离黑石山最近的镇子 穿过这个小镇 翻过一座不算高的矮山 就进入了黑石山的范围 黑石山有多大 没有人知晓 只知道黑石山看不到边际 脚下都是黑黑的石块 至于魔教在哪 有人说在黑石山的最深处 也有人说在地底下 总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知晓 魔教的具体位置 而这也是这么多年来 离远虽然恨不得杀上魔教 却迟迟无法报仇的原因 他不止一次来过这座小镇 也不止一次进入黑石山 可却从来没有找到魔教的下落 最终都无功而返 事业 萧九安和纪云开四人 在镇上唯一一家客栈入住 离远住进了他每次来小镇上住的那间房间 这间房间事业并不好 但他却正对着黑石山 当然 小镇与黑石山之间隔着一座山 离远在屋内什么也看不到 希望这次能了解一切 用过晚膳后 离远一个人坐在房间 轻轻擦拭手中的剑 眼神忧深而坚定 灭门之仇已成了他的心魔 要是报仇无望 他恐怕会疯了 将手中的剑擦得干干净净 离远却没有躺下去休息的意思 而是抱着剑坐在窗口看着远处 那里正是黑石山 离远就这么一直坐着 直到废小柴在外面敲门 黎叔 黎叔 我小师妹和小师妹夫叫你 出门在外 姬云开让费小柴 不要叫萧九弯王爷 然不等姬云开说出称呼 费小柴就自发地决定了称呼 小师妹夫 这并不是最让姬云开受不了的 最让姬云开受不了的是 萧九弯居然毫无意义 好说话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那一瞬间 季云开始崩溃的 他真的很想知道 小师妹夫是什么鬼 费小柴蠢蠢的 萧九弯也跟着犯蠢了吗 可两个人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天天听费小柴叫萧九弯小师妹夫 离远将思绪从记忆中拉回 起身开门问道 九爷找我 何事 离远可不向费小柴 张口能喊出小师妹夫这种蠢度极高的称呼 费小柴一脸无辜地摇头 不知道 反正小师妹夫叫你去啊 我就是传个话嘛 能知道什么呀 离远点了点头 关上门便随费小柴前往萧九弯的房间 一走进房间 离远就愣了 萧九弯房间还有一个人 旁人不认识 他却见过 这人正是这间客栈的老板 震惊归震惊 离远并没有表现出来 九爷 你找我有事 李也好 在下晨妻 这间客栈的老板 给离远回话的不是萧九弯 而是客栈的老板 不等离远开口询问 陈妻就主动道 我家主子是七夕公子 李也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开口 七夕公子 明显比起想问的是 他更震惊 七夕公子居然把手伸到了魔教 这也太强了 是的 陈妻面上淡淡的 可眼中却满满都是得意之色 他们家公子可不是普通人 老夫 着实是佩服七夕公子高才 错愕过后 黎远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隐藏在眼眸深处的担忧 瞬间消失了 他想 七夕公子那天晚上去找燕北王 想必是为了告诉他魔教的事 毕竟论情报收集能力 天下无人能敌七夕公子 不过小道罢了 当不得李爷的夸赞 陈妻一脸谦虚 如果他能把脸上的笑容稍稍收一点 恐怕会更有说服力 陈妻与李远并不是来寒暄的 李远虽震惊七夕公子的能耐 但他更关心魔教的事 李远单刀直入地询问 陈掌柜 你可知魔教建在哪里 真的是在黑石山吗 他去黑石山不下二十余次 可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 怎么也找不到魔教的下落 可是不仅仅是江湖传闻 就连魔教自己也承认 他们的地盘就在黑石山 任何人不得擅闯黑石山 凡有人不顾阻拦闯进去 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除了黑石山外 再无第二个地方 传出与魔教有关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